想知道如何打造谈性生活的秘诀吗 想要拥有更多人生的可能性吗 我是Will 一起大胆实验 有效实践 梦想实验室 人生will be good 收听节目 还可以跟主持人以及嘉宾进行互动 在去年11月21号的时候我印象非常的清晰 因为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个回忆 我跟我太太当天从台北到台中当天来回 去了一家这个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餐厅 然后因为太难电了 所以第二次再去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机会 我们才发现说它是一个90天订 你还是可能马上被抢购一共的状态 那这个在杂志上面也看到说 它不只号称是这个台中最美 其实在我跟家人心中已经是 心目中最美的餐厅了 那所以今天是非常非常开心 也非常非常兴奋 那更加的荣幸邀请到了 这一家餐厅的执行帐 也是创办人 飞花肉院的卫姓仪执帐 Sandy 欢迎 哈喽 大家好 哇 这个刚刚希望Sandy不会觉得害羞啊 应该你应该听得太多了对不对 没有 我很害羞 我想不知道怎么接才好 对 谢谢你们喜欢 哇 太好了 其实这个因为现在是疫情关系 我们是用远距的形式 那大家应该听到Sandy的声音应该觉得说 哇 是一位可能非常年轻有为的这种感觉 但其实看到您的这个资历啊 哇 已经是几十年的这个餐厅的资历 真的是蛮很难想象很难想象 所以很早就投入这个行业的 对啊 真的很小就开始 我看到您是从大概17岁就开始当学徒了 是 是 没错 对 请教一下Sandy 您当时就真的是很年轻的 可能是高中的那个年纪 高中当毕业 哇 对啊 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要开始 往这条路走 当时那时候是因为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就想要学调酒 然后调酒老师帮我引荐 就是介绍我去餐厅当学徒 然后就走入了这一行这样子 哦 所以是从调酒开始 然后就进到 对 所以我当学徒是在吧台 哦 OK 那慢慢的就接触到一些可能在厨房 后面的厨师的这些工作吗 对 因为当学徒没有分 就是当学徒就是什么事都要做 对 哇 那其实蛮辛苦的吧 当时当学徒 当时17岁其实不会觉得苦啊 就觉得说 就是每天走进去餐厅的厨房 你就走不出来 出来的时候就是下班了这样 哇 那这样睡眠时间会不会很少 我一直都很少 因为那时候在当学徒的时候 其实我们家也还在开牛肉面 所以我是早上在家里做牛肉面 然后晚上到餐厅上班 上到半夜这样子 所以还好睡眠对我来说不是太重要 这个对我来说我蛮羡慕的 因为我是要一直睡的人 所以Sandy像您这样从很年轻就开始当学徒 其实应该也看到很多人从学徒开始 可是应该也蛮多人就放弃了 您是怎么样一直就这样坚持走走走到今天的 对 其实对 你这样问我就想说 我回过头来想 好像那个时候认识的朋友 到现在很少人还持续在这一行 那我觉得一直在这条路上 我觉得投入这个行业真的蛮有趣的 就是你在不管你在换不同的工作 或者是在不同的位置 你就觉得一直有很多 常常会有很新鲜的感觉 然后每天都有一些不同的挑战 就觉得怎么那么有趣 每天都有一个破关的感受 哇 而且其实在台湾这个产业 也算是蛮竞争的啦 嗯 对 那其实从您当时的这个经历 从学徒开始到后面 其实您也开始创业啊 那甚至我看到说 您还后面开了洗衣店 也有一些不错的这个收益 那其实这个就很赚钱了 为什么还要把洗衣店关掉 又回到餐饮行业来 这么竞争这么辛苦 对 因为从17岁 我记得那时候 因为当一个小学徒 你就是那个年代的师傅 是不太会主动教你的 你只能用偷学 那你在偷学的时候 就会心里面就会有很多感触嘛 就想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 我有能力可以创业的时候 我想要做一个 什么样的餐饮业这样子 那时候就埋下这个种子 然后后来有一度 我是去当业务 业务当完之后 我就在当业务的时候 我就开了洗衣店 那那时候的投币是洗衣店 就觉得反正我可以 就丢着啊 然后下班再去整理就好了这样 那个年代的洗衣店是还蛮赚钱的 就一个被动收入的概念 对对对 那我觉得那时候洗衣店会赚钱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当大家都是 投币是就是钱投了 人就走了嘛 然后等下班再去拿 再去收他洗的衣服 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是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就做了一个想法是 如果我这样子的话 那我一天就只能收到那个40块 可能就七八个小时 只有一次 一次一个人可以使用这样 那我那时候就请了一个公读生 去帮客人 把这个洗好的衣服拿起来 让这个回转的几率更高一点 所以才在那边赚到钱 就是周转率可以增加的概念 是就让周转率增加嘛 那增加之后 心里面其实还是有那个 当时想要创业的一个梦想 所以在我找到第一个 第一个餐厅的地点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这个点的太棒了 好像可以实现我那时候 17岁的那个小小的那个 开店的种子这样 然后开了店之后才发现 哇没那么容易 钱不够怎么办 只要把那个赚钱的店卖掉 是这样子的 哇所以当时开的那个 是一个很有那个少女情怀 城堡的一个西餐厅是吗 是是是 那时候开的那个西餐厅 就很有仪式感了 所以你在开了那个餐厅之后 其实也从你刚刚提到说 好像跟本来想象的不一样 那后面这个餐厅 是有经营成功吗 还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收藏呢 餐厅经营 一开始其实是门可罗雀 我一天可能才做几座客人而已 那到后来有一天呢 我们因为有一个媒体的报导之后 因为我们的餐厅老实说真的是 产品真的做得很好 而且整个餐厅是非常有特色 要进到我们餐厅里面 必须从这个路面呢 爬一个楼梯上楼 然后楼上有一个管家的接待员 然后再带你走到楼下来 哇 真的很有仪式感耶 对 就是在从一个平面上面 那那时候因为一开始真意很不好 那经过媒体报导之后 那个等于是在那个年代 没有网络的年代 它很瞬间就红起来了 那红起来之后我也遇到一些人事上的困难 到最后因为我本身自己不是厨师嘛 我就把这个餐厅就让给我们里面的厨师 然后我才就在做其他的餐厅这样子 哇 那这样当时你的整个心境啊 还有感受啊 它会不会觉得很受挫啊 就干脆啊 算了以后不要再做了 会有这种感觉吗 应该是蛮挫败的吧 你甚至把你的洗衣店卖掉耶 对 就是那时候 因为完全是已经淡尽圆绝了 所以可以卖的东西都卖完了 然后就觉得想要把这个餐厅做好 那我觉得应该是我一直没有想过要放弃吧 所以就觉得说我可以 还可以做什么 还可以做什么 就努力经营这家店的同时也想说 如果这家店的消费金额比较高 我能不能够同时再开一个 比较平价的奥末红茶 所以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同步在做这件事情了 哦 所以等于是反正你也是一边开 一边学习 那真的是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后面你可能在这个城堡西餐厅转让给这个厨师的时候 也已经有下一个可能真的是比较平价的餐厅在这里了 对对 是没错 当时是这样子 哇 这样其实 Sandy您不只是一位学徒上面上来 你很有那个生意的头脑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 以现在来说就是那个一直在找新的商业模式 然后一直在创业里面找到怎么样经验是可以继续留下来的 哇 其实对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概念 还有精神是历久迷行的 真的不管是什么时代都是要有这一种态度啦 就不断迭代 不断越来越好 哇 非常感谢Sandy 我们第一个环节过得非常快 我们赶快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谢谢 欢迎回到梦想实验室 我是主持人Will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飞花路院的执行长 魏信仪Sandy 那其实刚刚提到了Sandy在可能飞花路院之前的一个经历 那后面甚至他也有在他的城堡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餐厅 后面可能是经历了一个转让 开始同步的去经营所谓的这个泡沫红茶减餐店 那我也相信 马叶茶馆啦 我相信这也是可能很多台中人的共同回忆 那其实也想请教一下Sandy 这家店是 就是连我都可能从很多台中的就是一些朋友 有听到过的 为什么他后面会就把它关掉了 我们在那个地点就做了19年 所以几年前做19年 19年 蛮夸张的啊 对 所以我常常在有时候遇到就是可能现在常遇到一些学习上的朋友 他们台中人 他们就说哇他们 马叶茶馆是陪伴他们读书的一个 对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这样 真的 所以后面他就是你也是可能慢慢的再进行转型这样 然后开始 对因为他19年我们那时候面临就是这个房子整个要重新整修过 可是因为那建筑老实说是比较旧了 所以后来我们当时就想说那要不我们就先把它停下来 也许再找到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你有没有机会再开始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整个麻叶集团的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吗 像您后面的我们看到现在一头牛啊八豆师傅啊 真的都是很与众不同 就是你光一进去就感觉到哇就是自己都变得很有气质的那种店 实在就是这之后就开始了吗 对就是我们的店就是比较偏向日式的风格 所以都比较简单一点 进来就会像你说这样 进来这样觉得有一些产益啊 然后比较 比较不那么那么跟着主流走这样子 对真的因为我发现其实你要让他看起来越简单越舒服 背后就要做更多更多的不简单的事情啊 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真的真的 那我相信这个飞花若苑就是一个真的是极致 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这个飞花若苑真的是一个如果你去看他的话 看他整个进程啊 真的是疯了才会这样子做事情 真的 耗费了十年然后花了至少两亿以上的这个资金 那甚至过程中还有很多很让人感动的事情 像比如说为了让那个除尿可以安心的在那边 你们会直接停工两个月 对当时当时因为我们就觉得哇 第一个是他来煮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开心 那那时候不晓得说那个时间要那么长 那后来发现说当我们已经一边盖一边盖要准备一楼要封起来的时候 发现他的雏鸟还在还在窝里面 如果我们封起来他妈妈没办法回来喂他 那我们就肯定就是把他关在里面了 那我们当时就决定说那我们没关心我们把把这个工程停下来 我们等他长大 等他飞出去 所以当他长大快要飞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跟妈妈讲说 我们楼下你下次没办法再回来了 如果我们楼上明年盖好的时候欢迎你们再回来煮草 那果真呢他就再隔一年他就回来煮草 到现在还是每年都回来 就在我们现在讲话的同时 这几天他正在回来喂鸟 哇 这就是很人跟动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故事 对就感觉他听得懂我们的话 对啊 真的是我听过一个算是民间的说法 就是可能燕子来家坐窝就是息事多又多的意思 那这也是可能难怪应该是飞花落院可以这么声音形容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也想 应该是啦 因为至少形容是没有错的 原因可能会有很多 对 所以也想请Sandy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觉得飞花落院真的是他很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我进去真的从老实说从那个门口我要进去 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一样有那一种管家导览员 然后进去 我记得当时的工作人员有跟我讲说 即便是他上面的每一个青苔 你们都是刻意要自然的让 不是刻意就是要让他自然的呈现的 没有要去刻意营造的感觉 所以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他整个 可能你们花了这10年的过程当中 那些很用心的角落是在哪边吗 也让可能听众朋友可以去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 OK 首先大家都觉得飞花落院很美 我也是这么认为 那我觉得那个美呢 那个美不是因为我们把建筑物做得很美 而是因为那个美是因为整个大自然 然后那个大自然四季的变化 然后1024小时的变化 让那个地方变得更美 飞花落院只是在那个大自然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平台 这是我觉得大家很喜欢的原因 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四季的变化 那个大自然的那种伟大在我们的眼里 然后我们觉得那种美是 你情不自禁就会觉得好想要再来这个地方 是因为这个自然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空间这样 那我们在当时在做这个飞花落院 为什么会花了10年 其实有很多除了燕子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很小的细节 所以不用这样子做的 但是我们希望让时间来为这个地方说故事 所以就包括你刚刚说到那个青苔 我们一走进门进来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一片像是瀑布一样的石墙 那这一片山水呢 我们在刚开始做这些叠这个石头 叠成一个瀑布形状 就叠了很久 我们常常一天叠不到一颗石头 为什么会一天叠不到一颗石头 就是因为石头买回来的时候 它是很多一大堆 那我们要先理出来说 适合放上去的形状 大小比例 那每一颗石头跟石头的中间呢 我们要留下多少的缝隙 让水流下来的时候 水的速度啊 水的声音啊 跟水花垫起来的角度 是让走进来的人不会觉得干扰 因为我们常常到瀑布旁边 讲话要很大声 甚至我们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对 可是我们希望这个瀑布的水流声 是让你进来之后 会让你觉得舒心 让你觉得舒服 但是你不会因为这个声音 而需要讲话特别大声 天啊 所以当时在叠石头就有这个过程 就是所以一天常常叠不到一颗石头 因为可能角度不对啊 或者是比例不对 然后我们就必须拆下来再重来一次 哇塞 光是石头就 所以其实进到 光是石头就花很多功夫这样子 对啊 就是等于我们其实进到里面的第一步 就真的要完全就是 肃然起敬啊 不只是说感觉到很舒服 就是要真的知道 那背后的用心是这么 哇 这个真的很难想象耶 对 就是花了很多心思去想象 当客人走进来的时候 我们想要给客人能不能够 在他一进来之后就觉得 他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 然后他开始有一个放松的心情 所以就包括你刚刚 刚刚说一走进来就看到那个青苔 我们在开幕的前一年呢 石头搭好之后 我们就开始放水 放水 因为连工人都说 现在没有客人 你为什么要放水 这很浪费水啊 那可是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要一直放水 然后让这个石头呢 很自然 像在大自然一样 慢慢把它的青苔长出来 它都不是人工的 是它因为水流的时间长了 因为日晒 所以它青苔慢慢的长出来 所以当那时候 我记得你2021年来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很自然的青苔的样子 那是因为我们在提前一年 我们就已经放水 让它慢慢长出那个 像在大自然里面看到的模样 天啊 各位这像是一位厨师 应该知道的事情吗 我觉得这太恐怖了 那各位讲 其实进到里面 整个可能木 然后还有竹石 还有你这些 真的都很用心 就是 我其实进去 有一种做到极致的感觉 那因为你在山上嘛 你看出去那个山景 就觉得 就瞬间整个人 就是整个很calm 这样 那 就是一直希望说 这个地方即便做好了 它还是能够跟这个 整个大自然融为一起 所以它的色系也好 建材也好 就是希望能够 它跟这个整个大自然 是融入的这样 哇 那这样 像其实 当然环境是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 其实我们其实进到里面 就已经 还没见到美食 就被疗愈了 那再加上您的这个菜单 也是 算是无菜单 就是你们去设计菜单的 那也是根据设计不断的去 这个迭代 会去做改变 对 对啊 你们在可能菜单设计上 会不会有那种 可能灵感没了的 这一种状况发生 这怎么应对 因为我们团队人很多 所以我们每次 在设计菜单的时候 我们会 第一个当然是 依照这个节气 这个季节去看 这个季节 最好吃的食材 我们来运用它 那再来就是因为 一个套餐里面 我们有十道菜 那我们厨师可能会 就他自己最擅长的部分 提出一些想法 那我们大家一起 共同去激荡出 这整套菜的脉络 然后这整套菜的 我们想要传达的概念 那就像我们这一次 这个春夏的菜单 我们想要传达的概念 是去郊游 就春天嘛 想象以前小时候 我们就喜欢 这个提着这个野餐篮 然后到这个山里面的瀑布下面 然后生起火来烤肉 所以我就把这个意境 提着提篮去野餐 然后在水的旁边 有一点水草 然后在泥巴地上面 可能荷叶一掀开 下面就有雨跑出来 就把这样子的画面 坐在这一套的菜单里面 那到最后还要去 这个在西边烤肉 所以要有烤肉的香气 然后还要有那种酸酸甜甜 就是我们在搭车 搭车去到山上 就可能 山上要带个画眉啊 用酸酸甜甜的来做结尾 哇塞 我们还没有吃到 但是我们现场 所有同仁已经都流口水了 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 也是一样 所以大家赶快抓紧时间 一定要去订一下 对 赶快来春天来我们的餐桌上小旅行 哇 真的真的 好 我们赶快休息一下 大家赶快趁现在这个时间去定位 我们马上回来 待会见 好 谢谢 梦想实验室 人生 Will be good 哈喽 欢迎回到梦想实验室 我是主持人Will 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 飞滑鹿苑的执行长 Sandy 那其实刚从Sandy的介绍当中 我们已经对这个夏季菜单 溜口水了 我相信可能各位的听众朋友也都很想去一下 那但是这个毕竟是 可能从Sandy金泽的角色来看 我更加好奇的事情是 我记得当时去的时候 老实说他每一位工作人员 也都可以在当下的 把可能整个环境的导览 甚至菜单的介绍都介绍到跟刚刚Sandy一样 就是充满了热情 然后就是让你马上口水流出来 Sandy您在就是可能对于工作人员这方面的培育 或者是经营 有没有特别的心法要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这个很难得 对 所以我觉得 这是大家觉得进来到这里是很喜欢的地方 是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服务人员 他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个 飞花落院 关于飞花落院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是 就是在这里发生的一草一木这样子 那我觉得 这也是从我们刚刚说 一开始说我们经营马夜茶馆 那个时候一杯泡桶茶40块 那到现在做飞花落院 一个餐平均大概4000块 我觉得从40块走到4000块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让所有的团队一直不断的升级 从餐饮的业态也好的形态的改变 然后训练的这种力道 我们都一直让它一次一次的进步 那包括你刚刚说 来的时候听到我们的导览员 你知道我们的时候在做训练的时候 因为我们希望飞花落院是一种款待的精神 就是好像客人来到我们家做客一样 对那时候我就 大家在练习说 要怎么跟客人导览 怎么跟客人说菜的时候 我就一直觉得 哇怎么办呢 你这样好像背书 我觉得听得好难过这样 然后我们常常他们一个人 就要被打枪个三四几次 那有一天呢 我就真的就一直找不到方法 我就觉得怎么办 这样子我们要怎么开 怎么开店 我们都只是在背书 那我们到每个地方去 很有可能我们会遇到这样子的服务 那就没有飞花落院的味道了 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说 我就再跟大家重新讲一下 当时为什么要做飞花落院 我们希望这个飞花落院 是能够提供给大家的是一个 很轻松来到这里可以放松的地方 那到哪里可以放松呢 就是到自己的家里是最放松 所以我们就希望客人来到 好像是来到我们家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就是飞花落院的主人 那主人就是告诉客人 今天我们家哪里开花了 今天我们哪一条鱼啊 他今天长大了 或是他今天生了小baby了 那告诉很自然的告诉客人这个故事 因为我们是这里的主人 可是讲完之后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后来我就想 我就问大家说 那你们家里有没有招待客人的经验这样子 结果疑问之下 他发现 哇 那是我们那个年代 以前小时候 我爸爸常常会带很多客人回来 所以爸爸如果说 哪一个叔叔伯伯要来了 我们就要开始在家里煮水啊 切水果啊 准备茶叶茶具啊 就是要当一个主人的样子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家 我们不太带客人回家了 我们可能约在外面喝咖啡 那我们可能在大楼里面 有一个交易厅 所以现在的孩子们 他们比较不晓得怎么当主人 对 后来我找到原来是这样 那我就开始跟他们讲 小时候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当一个主人要怎么做 怎么跟客人互动 怎么跟客人招呼 所以因为这些调整 一直不断的 从来再从来的过程 才能够在那一天 We有来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到 夫人好像 好像就是自己家的弟弟妹妹啊 或甚至朋友的讲话这样子 他不是需要90度的毕恭毕敬 而是他是很自然的 好像 你上次来过 我跟你讲 你今天来不一样 今天我们的兰花已经开花了 对 因为我其实感觉到 最不一样的地方 不是说台湾传统那一种 就是服务业那一种 一定要对大家毕恭毕敬 而是每一个人都是 很有归属感跟荣誉感的 那一种概念在 所以他可以很自然的做出这些 就是很生动啊 很活泼 并且很热情的这些介绍 所以 这个可能 我要特别跟Sandy姐 这个学一下了 就是更加的去关心 所有在前线的伙伴们 他们的状况 还有他们可能 像你有注意到 就是大家 现在年轻人 都不是像我们以前 家里面做客那一种样子的 真的要去观察到这一些 后来才对 发现这个 这个破口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终于找到一个方法 不然大家也觉得 为什么我怎么想都觉得 跟我想要的那种目标 还距离很远 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哇 这个真的是对我来说很有启发 那这样 像Sandy您跟先生啊 就其实 老实说这样二十几年来 也开了超级多家店 那 像 这个废话漏运 又是要这么用心 这么真的很投入在经营 我也想问一下 那您自己在可能家庭方面啊 小孩子的这些 教育 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小孩子的部分 因为我从小 我妈妈的 因为我妈妈也很忙 所以我们从小就都是一个 很独立的 很独立的 长大这样子 所以 我觉得那是一种影响吧 我觉得那时候 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的 给我们很 很自由的发展 所以我也是这样子 对小孩 如果讲 自由一点应该就是放牛吃草吧 就像他们 就是我们从小就训练他们 就是你出去的时候 应该要 自己要能够照顾自己啊 然后 大概 就你要有能力 先想好你自己要做什么事 然后为你自己做的决定负责任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们会有那一种就是 你看爸爸妈妈 我们餐厅做这么成功 以后你们要继承一波 或是说 不会不会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那会说那种 爸爸妈妈 你看我们做餐厅很辛苦 你们要好好读书 也会这样吗 也不会 因为我也 对 我们不能把 把自己不会的 然后自己做不好的 要要求我们的孩子做到 我觉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个体啊 对 所以就做他们自己觉得喜欢的事情 就像你刚刚问我说 为什么喜欢 会一直做这个 因为我觉得在这里面找到乐趣 就因为我先找到乐趣 然后才不断的有热情 去让他有做很多不一样的创新 那我觉得对小孩应该也是一样 如果他对这个部分没有兴趣 就做他有兴趣的事 哇 你要开心快乐 你才会 就 面对挑战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好像 越来越有成长的力道这样 其实Sandy讲的这些 老实说 我真的都是教科书级别的这种观点 可是我相信很多爸妈都知道 但就是做不到 这也是我觉得我可能 接下来要跟Sandy好好取景 我现在是三个小孩 但他们都还小 那我就很难想象说 像您之前提到说 像您的小孩出去可能 自己去当背包客 去旅行 然后自己去搭顺风车 哇 这个您还可以放手 然后去做 我想象不到这种事情 因为我的小孩 第一个他比较独立 那第二个 我们就是 就是互相都有充分的信任感 那他要出去旅行 之前他会先跟我说 他是不是要去旅行 那我就知道他的定位 这样子 那我就说 你就是注意安全 就好 都那么大了 因为我的小孩 老大已经20岁了 他从17岁开始出国 他就会有一个 会喜欢做这样子的 搭便车的 这种行为 那这一次就更特别 是他从福岡 搭便车到 回东京这样子 那他沿路呢 就自己在交流道啊 然后在自己休息站啊 然后自己做那个 做一个牌子 他想要往哪个方向 他甚至呢 还在搭便车的时候 人家带他 我忘记从哪个地方 然后带他到大阪 那是到了大阪之后 请他吃完晚餐之后 还给他一万块日币 哇 也太酷了吧 对 然后跟他说 你要吃好一点这样子 就觉得 很特别啦 很特别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人生 会有这样的经历 应该 不那么容易 然后他愿意去尝试 我们就 当父母的就是支持啊 对而且其实支持 不是说真的要做到什么 就是你愿意放开心 反而对他来说 是最大的鼓励 对不对 对因为他们有太多 零用钱可以去旅行 对因为其实这样 Sandy您这么一说 我也才发现说 爸妈都希望 可以在长大之后 跟孩子的关系变得很好 但是我们的做法 一直是想要去抓着孩子 然后去给很多意见 但反而像 其实Sandy姐 我可以看的 就是这样子 我可以看得出来 像您的孩子 其实即便您没有过度的 去干涉他的生活 但反而他是跟您 更亲近的 可以很好的 去跟你分享很多事情 对就是 当然这中间 还是有很多 经过很多磨合的过程 后来我们找到一个 就是以前他刚出国的时候 他会每天打电话回来 后来我们觉得 好像 次数跟时间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在 在对话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好的品质 才是重点 然后我觉得 就越来越好这样 就即便在国外 或是他回来了 那那种感情 不会变疏离 哇真的 这个我也很有心得 就是以前 我小孩子找我玩的时候 我可能会一边 看着手机 一边回应他 后来发现 这对小孩子来说 是一个非常 不礼貌的行为 那现在我们回家 我家有一个盒子 叫做养鸡场 就是手机全部放到里面去 专心的陪小孩 哇 所以其实 大家一定要 不要忽略 如果你小孩大了 是用讲电话情势 你也请 可能专心的 跟他讲电话 这样时间不用长 很久 品质好一点就好 对 这个学到 这才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这样Sandy姐 其实您现在孩子 也已经到了一个 一个长大的阶段了 就是可以开始放手了 那飞花肉院 其实也真的是 算是把这个 很伟大的梦想实现 台中之光 可能对很多国外的 顾客来说 是台湾之光 那您这样对 就基本上 好像您人生 已经到了一个 想做的事情 都达到了 您对于你 可能接下来 有什么样 想再特别去 尝试的事情吗 老实说 我现在没有特别说 一定要怎么样 我倒是觉得说 我要怎么把 现在 因为我不是只有 飞花肉院一个餐厅 我还有其他的餐厅 那我们 其实我每一家餐厅 都有自己的 这个专业的主管 那我的最重要的 目前最重要 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 把现在专注 当下现在的客人 把客人照顾好 这是我觉得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那接下来 飞花肉院 还是会有一个 第二阶段的工程 就是 我们还有一个民宿 民宿目前还没有开始 登市的对外开放 哇 这个我现在光听 就很想去了 因为以你们对 飞花肉院 这种环境的用心 我相信 如果一旦出了民宿 应该是 又是要爆满的状况了 这个如果说 有希望到时候 大家会喜欢 对开放的时候 可以先小小 透露给我一下吗 我就是 准时当天 那个时间一到 我就确定 真的 哇 可以可以 哇 非常非常非常期待 所以呢 那这样其实 也想请教一下 Sandy 您这边 因为老实说 您真的 工作很繁忙 然后也蛮累的 您自己对于 健康上面 有什么秘诀吗 就是运动啊 或者饮食之类的 而睡又睡这么少 对这个 我不太好意思说 因为 我也不运动 然后我又睡得少 但是我精神还蛮好的 哇 我觉得这个 可能一方面是天赋啦 一方面是真的 我其实看到 您有过一次的访谈 有讲到说 也是我观察到的事情 就是其实 在面对任何人 包含可能您的 这个餐厅 有很多达官贵人 等等的 那甚至到您在 面对您的 一线的这些同事 伙伴 您都是用 一贯的这个态度 就是很 很做自己 那您自己就是 尊重所有在外面的人 就像您尊重 那个环境一样 我相信这也是一个 很棒的秘诀啦 就是由内而外 您心境是好的 那么 外在的健康就会 不会太差 对 就不累啊 对 哇 OK OK 太棒了哈 所以这一段 相信大家有很多收获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梦想实验室 人生 will be good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实验室 我是主持人Will 今天呢 非常开心的邀请到 飞花落远的执行长 魏信仪女士 Sandy 那其实上一段 我们聊到了Sandy 不管是在对于 她的整个 呃 事业啊 还有她的工作啊 她的人生态度啊 还有对她的家庭 她的小孩 都有非常深刻的见解 那我们也发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就是 她不管对谁 都是一样的概念 那可能这对于 很多人来说 呃 我们会觉得说 自己在 不一样的人生角色 扮演不一样的角色的时候 我们会有不一样心态 可能爸爸是一个 呃 小孩又是一个 可能又要当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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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老板或者是主管 又要当上司的下属 那每天要带着 很多不一样面具 那个切换会导致我们很累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从Sandy上学到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可以的话 尽可能做自己 那么心就不会累 就可以睡得很少 然后呢 吃的也是很健康 然后不太需要运动 就可以很健康 OK 那刚刚也听到说 这个Sandy 接下来有一个计划 是这个我相信所有的飞花落月米都会非常期待 就是呢 他们即将呃开始去规划呃民宿 那我们刚刚看到说其实Sandy还有 呃他的先生对于呃 呃每一个石头啊 每一个组啊 甚至连燕子这种很生态大胜这些东西都是很用心的 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非常期待呃这个民宿的落成 那我们就一起敲玩啊希望这个民宿可以尽快达到 但是我相信啊可能 依照Sandy还有这个先生的节奏应该会更慢 然后我们不是不知道这是要等什么什么动物之类的 OK 好所以呢呃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主题有任何想法再欢迎到popradio的官方app上面留言 那如果听众朋友是错过或者想要重温今天的精彩内容也可以直接到apple podcast或者是spotify去商量上面搜寻 深V一口气我们都会把今天的精彩内容上传让大家可以重复收听 那刚刚呃Sandy有提到说其实疫情的关系哈很多人是取消定位的啊 所以在八月份之前应该都还有位置如果你希望可以赶快去的话呃应该Sandy您在这段时间都会在台中那边吗 呃我大部分其实大部分都会在 哇太好了那如果大家在这段时间 有来的话记得找我跟我招呼一下 啊可以就说说您是这个你要呃各位听众要说你是呃梦想实验室的听众啊你有听过这个Sandy的方谈 那么我相信Sandy应该会多给你一张名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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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乱承诺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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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人生啊追求你的梦想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也藉由像废话乐园这样的地方 去看一看 有更多人是在用 不计一切代价 就完成心目中最好的那个样子 那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启发 我要再次谢谢Sandy 谢谢 谢谢Will 谢谢 那请大家下个小时继续锁定 POP国际线欧美航班 下周六的下午4点 我们空中再会啦 拜拜 谢谢Sandy 拜拜